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时候有了记账的习惯?重点是,他这即将正是结尾道旅的男朋友,竟然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。滚!我什么时候欠过你东西?江城作为天下第一钢铁直男,从来不会惯着他。再说,欠东西不还是什么行为,他可丢不起这人。 切,你还不认账?当初,江姐姐亲手给我炖的莲藕排骨汤,是谁把排骨都吃了,只给我剩下一锅哦。那也算。江城简直要气笑了,这种鸡毛蒜皮的事,这个小肚鸡肠的家伙,也好意思拿出来说。 当然算了,你,欠我的,怎么能不算?魏无羡神气活现的扬起下巴,目光邪悠悠的搭在江城身上,一副我就这样,你那我和的嚣张模样。 那,你还抢过我的春宫小人书,偷吃过用的糖葫芦,在我靴子里放青蛙,臭坏过我的刻叶本。 这些,你怎么不记上?说起魏无羡当年做的那些缺德事,江城也是如数家珍。 他们的兄弟情,就在这般你坑我一回,我坑你一回的较量中,见力气的。坑得越狠,兄弟感情越稳。 你当我傻,我的小本本,只见你们欠我的。 我赚便宜的事,干嘛还这记?魏无羡说的理所当然,就算是理不直,气也一定要撞。 蓝湛哑然失笑,这只小凤凰还真的是一点亏都不吃。 好了,你说不过他。 坐,我让人准备韭菜。 小,来人通知厨房,被一桌韭菜送来。 温潮习惯性的呼唤小丁豆,可以想到他如今特殊的身份,目光随之一暗,十分别扭地转头呼叫外面的侍卫。 哼,还不是你们一个,两个,都惯着他。 你看,他现在嚣张跋扈,洋洋得意的的样子,都是你们两个给灌出来的。 江城不服气,心中该死的胜负欲,让他绝不肯轻易认输。 羡慕吧,嫉妒吗? 我就是这样人见人矮,花见花开,所有的的都喜欢我。 我说的是不是啊,蓝湛? 是,看着一脸得瑟的小凤凰,蓝湛满眼的宠溺。 自己的小凤凰,神采飞扬,明晋逼人,澄澈纯真,潇洒自艺,还真的没有人能抗拒他的魔力。 温潮眼神中闪过一抹七处的神色,随即无痕眼去,已经跑到喉咙里的那个十字,又默默咽了下去。 太子殿下,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? 某只有损,将手里的零食吃完,就垮着小脸要回家。 这里,不好吗? 鬼使神差? 不等魏无羡开口,温潮看门外的景致,笑得一脸苦涩。 这里有什么好? 天灰蒙蒙的,一副不透气的样子。 咱们凤族多好,阳光明媚,鸟语花香。 这里,不好。 温二公子,你还是跟我们回凤族去吧。 这里的人太坏,弯弯绕绕,让人头疼。 丁斗似乎想到了什么,自认为神不知,鬼不觉地移动到,魏无羡和蓝湛背后。 她,很可能,是你的母亲。 我们鸟类,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,才是阿娘。 文言,江城和温潮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到魏无羡脸上。 当时,小游笋半夜退壳,可是只有魏无羡一个人在她身边。 你们,不要这么看着我。 我,我当时睡着了。 温若涵接到温夫人的消息,随即从湖族飞复而回。 本来还幻想着所有的心结打开之后,回到家有父子相认的温馨一刻。 她做梦也想不到,除了蓝湛对李树周前之外,其他几个都不怎么待见她。 尤其是小丁豆,游言不尽,就是认准了魏无羡是她阿娘。 你说再多,她就只有一句话跟太子回凤族。 权力地位,她不稀罕,在凤族的太子寝宫,魏无羡是老大,她就是老二。 锦衣玉食,她也不屑一顾。 在凤族,魏无羡吃什么她吃什么,她的衣服可能比她家太子爷还多。 亲情诱惑,她一脸冷漠,毕竟她是魏无羡一手带大,江城和温潮这两个参与复旦的人,才是她的家人,温伯伯,温夫人。 过几天就是我和蓝湛大婚的日子,温潮和江城作为我的铁杆兄弟,是一定要参加我的婚礼。 你们老一辈的恩怨,孰是孰非,孰对孰错,本不该我们做小辈的评说。 可是,该放下的总该放下,既然知道是个悲剧,就不要再让它延续下去。 温潮和丁豆,也不该是这场悲剧的陪葬品,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,却没有几个人能吃得下去。 自从坐下之后,温潮就心事重重的一句话也不说,一张脸阴沉得几乎要滴出水来。 蓝湛吃饭本来就斯文,爱吃与不爱吃,在外人眼里也看不出来。 将成作为天下第一大直男,对温若涵这个渣男,没有直接嗤之以鼻,就是给足了温潮面子。 若不是面疾和温潮兄弟情深,他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。 我,温若涵无言以对,正是自己当初的懦弱和不作为,才酿成了今日的悲剧。 枕边人,心中满是恨意。 两个儿子,一个对他爱打不理,一个干脆直接不认他这个父亲。 亏欺者,百才不入,于笑者,百事不顺。 蓝湛放下手里的碗筷,取过一方雪白的帕子,轻轻擦拭唇角。 清冷低沉的声音,不疾不徐,平平淡淡不失礼仪,却莫名给人一种不容智慧的压迫感。 听得,魏无羡心肩发颤。 自家大白菜,虽说平日里闷声不响,像一个聚了嘴的葫芦,可关键时刻。 这小词也是一点都不差,闻粗粗不说,还挺有深意的样子。 蓝二公子,这是什么意思? 小丁豆歪头地看着蓝湛,眼神中的崇拜之情呼之欲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